午餐肉没有人不喜欢吃吧 可以直接吃 刷火锅 或者加酸油脂 外面买的不放心点材料 那就直接在家里做 提前准备150克葱姜水 冷藏备用 再准备500克猪厚腿肉 二肥八瘦 不喜欢肥肉的可以少放些 放料理机 按屏幕上的配料放 量一定要成好 为这个配方做的午餐肉非常好吃 将它们打成一状 放冰箱冷藏一个小时 这个时候再用面粉 面粉和之前的酥酱水 配一个面糊备用 冷藏过的肉馅做出来的午餐肉比较劲道 把它和少许面糊一起倒入图式机 没有图式机的 就用手里面的方向搅拌上去 还先速打 面图再把面图都搅拌进去 大概搅拌了20分钟 准备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准备模具刷一层油 装好肉馅 用筷子整理平整 盖上保鲜膜并抓捅排气 上多这一个小时 放凉后复膜 切成后果均匀的快 午餐用就做好了 可以可以谈谈 直接去或者涮果锅都非常好